本期视频来说一下如何快速的制作一个Windows的U盘启动盘 用来安装Windows系统 我们在微软打开Bing搜索Windows ISO ISO是镜像系统的文件名后缀 我们直接搜索 然后认准这个域名Microsoft.com 然后这个图标 我们直接点击下载 然后呢它这里让我们选择版本 这个是多版本 然后这个仅限中国使用 一般我会选择这个多版本 然后我会安装Windows专业版 家庭版呢它会预装的东西会更少 环境也会比较少 如果是轻度用户的话 没有开发需求 然后游戏也玩的不多 就可以选择这个家庭版 那否则的话就推荐专业版 然后我们把这个镜像下载下来 点击确认 大概在四个季左右 我们下载文东西呢 一定要优先从它的官网下载 这个我在我的视频里经常提到 不要去一些比如说第三方啊 或者是乱七八糟的小网站 不过这有一个授权的网站 MSDN 我不知道它为啥 它可能这出bug了 我一点 它自己就缩回去了 MSDN 我们一会儿去那看看 然后我们先点击下载 我们选择64位下载 这个就不多多言识了 直接下载就行了 然后呢 我们去这个MSDN看看 因为它是得到微软的授权了嘛 它这里边呢 有更多的镜像文件的下载 它叫MSDN 我让我告诉你 它这里边有操作系统 我们点击操作系统 然后可以看到 这里边有Windows 可以看到它这里是没有Windows11的 现在只有Windows10的版本 说明它这个更新 还是有一定的时间差的 和官网上 这个无所谓啊 从这里下载也是可以的 剩下的就不建议了 有些网站呢 它是一些破解系统 但是现在微软的这个Windows系统 我们就算是不激活 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使用都是满足的 需要一个工具 叫Refuse 这个工具是干嘛的呢 这个就是专门来做这个U盘启动盘的 它还有一个功能呢 是用来格式化U盘的 这个文件呢 也是啊 直接下载下来就可以用 它也不需要安装 当然了 它也有它的弊端啊 它只支持这个Windows系统 在Mark上是用不了的 直接点下载就可以了 下载下来呢 就是一个这个文件 不需要安装啊 直接双击就可以打开使用了 然后呢 我们插一下U盘 我们用这个U盘来演示一下 这个U盘呢 是我上周日制作好的U盘启动盘 但是现在我们要重新再制作一遍 然后我们要先把它格式化 首先我们要确定 我们U盘里的重要东西 已经有了备份 然后我们点击格式化 然后这儿呢 有一个小知识 就是说它格式化的时候呢 有三种格式 这个FAT32呢 是USB的存储设备 默认的一种古老的格式 那优点呢 就是它可以跨平台 在苹果和Windows 还有那个Linux上都可以使用 但是它有一个弊端呢 就是它单个文件最大 只支持4G 然后底下这个EXFAT 这个是微软搞的 然后是为了代替这个FAT32 这种格式 它也可以跨平台 就没有了最大文件4G的限制 它最大文件是多少呢 它也有限制啊 但是这个限制我感觉非常的大 它支持最大限制16EB啊 EB在这儿呢 EB和TB 就是TB 就是我们的移动硬盘啊 比如说4T啊 2T啊 这种 它中间还有一个单位是PB 等于说是1024乘以1024T 才是一个EB 然后它有16个EB啊 这个算上来是上千万了啊 最起码是1000多万TB啊 它这个虽然有大小限制 但是我感觉啊 这个就和没有一样 这个是EXFAT 然后上面这个呢 NTFS 这个也是比较新的一种存储格式 然后呢 它是也是微软他们研究的 它是专门为这个移动硬盘而设计的 然后它的大小呢 也没有限制 也很大 但是它就有一个弊端啊 它是不能跨平台的 就是说 它在Windows上是可以读写的 但是它在Mac上是只能读不能写的 就是只能看 不能往里边加东西 然后呢 正常我们如果U盘的使用环境啊 如果是不需要大文件的话 我们这个默认的就可以了 然后需要大文件的话 那我们就用底下这种格式 上面这种格式的话 如果你不在Mac上使用啊 也是可以的 正常我们推荐这两款 这两个格式 好 我们点击开始 然后它就开始格式化了 好的 格式化完毕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refuse 然后这边它下载失败了 没关系啊 我们之前有之前的备份 应该是和网络有关系 直接断掉了 然后我们选择一个镜像文件 这个不用动 然后直接点击这边 选择镜像文件 然后这是我之前下载的 Windows的这个镜像 打开 然后啥都不用动啊 直接傻瓜式操作 开始就行了 然后它这里有一个警告啊 就是说要 所有的文件都会被干掉 我们直接点击 确定 然后我们只需要 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了 等到它这个读条 完成的时候 这个U盘 启动盘就制作完成了 大概在10分钟左右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refuse refuse啊 是一个可以帮助格式化的工具 然后做这个U盘启动盘的 然后我在这看到一个非常屌的情况啊 这个用户可以免费使用啊 这个是开源软件的常规操作 然后作者明确的表示啊 谢绝捐赠 这个是我第一次见到啊 它是可以说是比较的富裕 然后我们来给他号码 然后看一下这个refuse 这个项目的情况 给他号码呢 是全球最大的代码托管平台和开源社区 然后呢这个就是啊 refuse 然后它有22k的star 它是比较出名的 然后它是用这个 这边的话要需要稍等10分钟左右啊 就可以做完 然后先让它进行着 我们再来这儿看 其实呢 微软呢 它也是有制作这个U盘 启动盘的相关内容的 然后在这儿啊 但是呢 它是需要什么呢 它需要啊 请通过温7温8或者温10设备 访问这个页面才可以啊 这个Microsoft的软件下载页面 它是要下载一个setup.exe的文件 然后需要双击 然后在你的windows系统上 它会给你制作这个U盘启动盘 它这种呢 我之前用过啊 B端它哪儿不好呢 就是说比如说你的笔记本 是一个盗版的微软系统 然后你在使用它这个set.exe 制作U盘启动盘的时候 它就会干到一半啊 就会报错 就搞不了了 如果你的笔记本本身呢 它是一个正版的系统 那可能就没有这种情况了 这个我也是只遇到过一次啊 但是现在也浮现不了了 因为 所以我建议 如果你不确定 你的笔记本是不是正版的系统 那么你就用这种光 用这种Refels 用它来制作一个 U盘启动盘 好的朋友们 经历了15分钟41秒的操作 它这个U盘启动盘 就制作完成了 然后我们点击关闭 那这个U盘启动盘 就制作完成了 可惜但是 我们不能在电脑上实体操作了 因为现在也没有机器 需要重装系统了 但是大概的步骤就是 我们把U盘启动盘 插入以后 然后开机 不同的电脑品牌呢 有不同的进入BIOS的方式 比如说我昨天装的那个联想 接机然后出现了电脑品牌 以后 然后按F1 然后昨天那个华硕是按F2 然后进入的BIOS 然后就是把那个UEFI 那个设置配置一下 一般的电脑呢 都是从那儿 从这个配置进去的 然后下一步下一步的重装就可以了 如果遇到报错的地方呢 我们一定要看日志 看它报的什么错 然后我们再去拆一下 具体报了什么错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报错的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做到这里了 如果对您有帮助 麻烦按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支持一下这个频道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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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